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古 这个是什么 书 八宝 这个是西国 八宝 这个对西国是八宝 这个金钱是八宝 这是什么奖 完美 完美墙的起着 这个是我们怎样说 起在眼前 这个是起在眼前 我们见到原宝 这个都是属于八宝 好了 回答你的问题 这有多少个原宝 三个 我们在上省城考试 pass 叫举人 第一名叫什么 解缘 然后上京城考试 pass 叫共事 第一名叫什么 户缘 然后面年考试 pass 叫进次 第一名叫什么 状元 年终三元 或者三元合体 好了 三个元宝 就是三元 如果我们用一个荔枝 一个龙眼 一颗珍珠 是不是三个元 都是三元 总是圆灯灯 也就是三元 通常有元宝最漂亮 这个就是年终三元 三元就是这个意思 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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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곗 琴 琴期或华 琴期或华幅 书都行可以到这些 organization 这些呢 这些ですね 这些呢 这些盆墙,盆墙都是的,我们的成绩都是盆墙,都是伯宝来的 好了,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什么?西国,这个是元宝,这个是如意 接着那边,这个是什么?毛笔代表书,这个是金钱,这个是艾叶,这个是葫芦 好了,这样加起来,金钱,艾叶,葫芦,书画,西国,元宝,加起来是什么?八宝 这张照片我们很难去的,你想不想去呢?想去就密切注意影期,因为这个是禁区来的 我们要申请去的,禁区,这个就是我唯一,我们找了很久就发现,只得这家真的出尽八宝 这家,这家是三楼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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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楼角的里面,禁区里面有一个邓寺宗寺 不是我们平身禁区的那些,所以要申请禁区子的要 这家是一个碟来的,看到吗?琴棋书画,看到花开富贵,有蝴蝶,有蝙蝠,有鱼耳,有三刀,是不是很漂亮? 这家是十六个八,不是崩了,这个是假来的,是假来的 崩了一件事了,十六个八,很漂亮 好了,这个呢,这个就是云板,入庙就只有一个钟,钟敲给菩萨听,说给佛祖听 这些云板就敲给我们听,开饭啦,做功课啦,这样的云板,都是用日和月啦 刚才我们见到日月就是用人的嘛,这样的云板就是日月啦 用了长文去代表啦,就是这样的,这个是云板 这个门针呢,我们见到呢,就代表了乾坤,乾隆坤,乾坤即是等于天地,等于天地啦 这个,等于天地,是的 好了,那我们去到西贡呢,发觉呢,我们见到有什么呢? 这些盆墙嘛,这个是什么呀?博古啦,金钱啦,很多样东西啦,耻花啦,起雀啦 但我见到天狗啊,坏狗啊,十二是天,地,人,为什么呢?因为三财者就是天地人 三光是什么呀?日月星,即是说呢,我们上面有天,下面有地,中间有我们 做人一定要光明磊落,这叫三财者,天地人 但是呢,我们怀疑是不是当时那些渔民不识字呢? 于是,不识字就是赌钱的嘛,实识啦,天地人啦,实识啦 但是呢,初中我们是这样想的,但是发觉我们去到另一个地方,这个池塘 我们不要看,这是什么来的? 刚刚说完的,金钱不套税啦,是不是? 这个铜镜啦,铜镜是宝物来的,蝙蝠啦,博古啦 发觉,我们见到有什么?有天,十二点的,有地,有人 哇,池塘都有赌钱的喔,那为什么呢?真是不知道 所以,在问一些佛老,啊?是吗?不多国贺 所以,在重收时就发觉,这些铜镜是很漂亮的 单单是不游这几只的 就博来看不到,又不敢拆喔 一拆就破坏的嘛,于是就专门就不游游,博来看不到 就是这样的意思啦 我们经常去重领邓公尺,龙一头去的吗? 有没有看过啊?又是炎高啦,又是炎远啦,又是老花,看不到啦 当然不是啦,所以我做了一种画卷给你这么解,好了,这个 除了之外,有很多的戏曲,这个故事,这个就是孔明 这个就是三顾草劳 三顾草劳,这个是三顾草劳 这个呢,好看了,我们见到 一,二,三,四,五,六,六之旗 这个就是靓似伯,坐车 凤凰女推车,罗家英做将军,这个是六角 大风尚 苏秦那时就很穷 穷到他,他老婆就不主意告诉他 他一早就见到他,不理他 他就发奋读书 读书就睡到,读得很累,就用刀 读得大腿,文章绳扎着脖颈 所谓原良刺骨 这样就发奋了,后来就游水六角 联合抗巡,六角封了做丞相 医感名不回地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先虎后甜 功名成就,这个就叫做六角大风尚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大风尚 好了,这个就是五季徒 五个人,儿子都做了一个 什么叫季呢,季徒是做功名 五个人都做官的,这个五季徒 这个呢,就是在一个书室里的 我们经常去的,但是没有人讲一个故事 东汉的时候,王允,王允有个仕匹叫刁蝉 刁蝉就经常听王允有声弹气 就知道董卓有心对王位 于是呢,他就跟王允说 王允就将他献给了董卓 做这个妾事 董卓就契了李布做契仔 但李布就喜欢刁蝉 有一天,刁蝉走反间计 他就特意约了李布去到这个奉仪庭 就说给他老爸听 董卓听我这样 于是呢,他的契老爸看到那契仔在那 就打了上来 这叫做奉仪庭 故事就教训我们 不要 贪徒女戚 这就 有没有见过一个人 近年经常去 经常去 没有人看到的 好了,另一个 这个就是伯利来陪七 这个就是龙岳头天后庙 伯利是一个 一个很有文才的人 但有一天就被这个 敌人捉了他 后来就做了一个大官 当时就扔下他老婆在家 他就临行写了这首歌给他老婆 老婆就周围找他 结果有一天就找到他那个京城 伯利是在那儿做大官 他就找不到老婆 老婆找不到 去到之后 那当时呢 伯利是说 他想听这首歌 于是下令人和他唱歌 他老婆就出来唱那三首歌 一听这首歌是我作给他老婆 就认回他老婆 那时候已经几十岁了 这个就说我们 不忘租康的意思 这个了 这个 另一幅呢 这个我们说就是割金气槽 就是说 曹操就很喜欢皮花二位 叫孙权送那些东西去 孙权就命令人担了四十担那些金 去 担得很辛苦 当时呢 这个族词 就去到 看到人担得很辛苦 他就帮手担了两担 于是 所有的金都被阻持担 担得很轻 去到曹操那裏 曹操就拖开棉花 曹操又棉花 谁碰过我这些金 阻持 阻持出来 阻持不是呀 撕开金 最后又是金 就弃弄曹操 这个就叫割金气槽门 槽门就是曹操 这个故事就说 不为权贵的意思 这个意思